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平兰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香港国泰航空再发声明道歉 那么他再发声明道歉我们也不能原谅国泰航空 所有中国人从现在起必须坚决抵制国泰航空 因为国泰航空他的母公司太古集团 他们没有发表道歉声明 而且国泰的道歉只发表在是北京分公司来发的 是北京分公司发的 它是简体字在英文版上没有 那这个就绝对是不能够答应的 必须把他们给抵制他们破产 现在去去香港 你我都掌握决定权 现在就坚决的要抵制这个国泰航空公司 他19年他也是里面全都是帮黄丝约游 对吧 居然敢歧视我们内地同胞 他们这些空姐以为自己是干什么呢 他这个没有这个公司的这里纵容 他能敢在这个地方歧视吗 一个软服务员干好你服务员的事 不要在这个地方老三老四的 我们来看一下 5月23日国泰航空就网友反映其空城人员歧视飞行与乘客 一次再次做出回应 声明全部楼下 就有关旅客在5月21日国泰航班CX987上的经历 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我们再次郑重道歉 我们高度注重此事件 以第一时间联系旅客 进一步了解情况 目前我们已经暂停有关空中空服员的飞行任务 即使展开内部调查 并会三日内公布处理结果 我们郑重承诺 对任何有规规章制度 有被职业操作的不当言论 一经确认 军会严肃处理 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反馈 我们会认真查到不足 不断改善国泰航空的服务品质 此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 自己在搭国泰航空CX987航班 由成都飞往香港时 坐在最后一排 恰好听到乘务人员不间断使用英语 对于抱怨乘客 该网友还称 前排的乘客在尝试用英文 询问空城如何填路进卡时 同样得到了无比不耐烦的回答 512日晚 国泰航空在 对CX987航班上发生的相关事件 发表声明直线并称 对此是高度重视 并会进行严肃调查处理 这个事情 我跟各位讲 如果不国泰 在招呼这个空服务员 讲清楚 必须要说普通话 非国际我不管你 你非内地的航班 必须普通话给我放第一位 普通话给我放第一位 然后放英语 然后最后再放你那个什么粤语 香港的什么 什么那种口音的那种粤语 好像香港口音 还自认为比广州口音 什么高党吗 比周中央的白话高党吗 必须给他放到后面去 否则的话给他抵制 骂了个逼的 所以有的香港网友 也别怪老兵说话难听 你们这些身边的 有亲戚有干嘛的 做这个空城的 跟他们好好的讲清楚 包括开店 招服务员的 都要讲清楚 对内地的 同胞 必须要友善 要友好 不要在这个地方 给我搞这些 不三不四的东西 不然的话 老兵接他妈的底 把这些连底 都给大家接出来 很多香港网友说 对啊 老兵 你讲的就是对 他们这些干空服的 国家什么干空服 这些黄司 就是住那些公屋 躲在那个 臭气熏天室里面 我说过 住大住小 没关系 老兵也不会无缘无故的 来接他们的脑底 来对他们进行 这个心灵上的这个打击 对吧 但是我的正义感 就驱使了我 我最看不到这种事情 包括在我们上海 对吧 有些外来人员 他可能 有点老土 或者说有点怎么样 不懂 有的人讲话 不要吴唧哩呱呱的 那我也会去帮助他 你是需要什么帮助 或怎么样 对吧 不要去冲人家 不要去 冲尼嘎 等尼嘎 对吧 不要讲话去讽刺别人 还动作歧视别人 我这个人 就是看不过这种行为 对吧 同样的 你照我们上来 你如果是外省的 对不对 你积极融入这个城市的 对吧 你也是 这个 素质各方面 全部都往上在走 大伙都是尊重这样的人 对吧 但是我最烦就那种 像那些亚逼土狗 接触点西方的白左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炫逼 老逼 在这个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那这种行为 我是坚决反感的 我是坚决反感的 或者说 对吧 比如上海有什么大妈 供养车上面 老乱兮兮的说 我是美国人 这种人 我也是反感的 所以说大家要有正义感 对吧 人家老人 或者说不太会讲话的一些大妈 对不对 人家不懂英文 很正常 就算是 你他妈逼 非成都的航班 你讲什么英文 撞什么假洋鬼子 对吧 在这个地方 还在那个骑士 在那个脚舌头 讲那个B话 你们这些小混逼 你们自己他妈逼 在香港住的什么房子 你说不定都没 都没人家这个成都的 这个乘客 家里房子大了 没人家有 有兜里有票的 还你他妈还在这里赶骑士内地的 骂了个B的 这帮他妈舔奴 他妈那个B的矮奴 矮骡子 什么玩意儿 对吧 所以我说过 香港人 他妈学校里必须学普通话 骂了个B的 必须讲普通话 我他妈B才不会灌了你们的 对吧 所以我说过 对付这种左 对付这种奴才 就是他妈要来硬的 都得 必须给我学普通话 他妈那个B的 不讲普通话 我都想上去 我从来不会跟你讲什么粤语 跟你讲什么英文 对吧 老子在那个地方 老兵这个人是个牛 我管你什么场合 你他妈如果不高兴 我就在那个地方吊你 对吧 我就会说很难听的话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搞这个骑士 还有你国在航空 你的道歉声明 一点都没有诚意 你背后他妈的是太古集团 英国太古集团 这家公司他妈的 以前是在中国 他妈犯鸦片 卖他妈福寿糕的 这个公司在 你北京比如三里团 三里团就是太古会 上海有前滩 有后滩 还叫麻痹前滩 我忘了 一个屌太古会 还有什么新业太古会 就是在那个地方 就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一些东西 特别多 成都好像也是那个 叫什么太古 太古礼吧 成都那个太古礼 也是这个太古集团的 什么太古礼 太古会 就是全都他们的 在内地做地产 赚了个盆满钵满 赚了内地大老板的钱 赚了内地消费者的钞票 大家要知道 可口可乐的总代理权 也是他们 就是可口可乐 在中国卖可口可乐 对吧 这个总代理权 就是这个太古集团的 他们问这个 好像是亚太地区的总代理商 就是这个太古集团 搞了 还有一个国家公司 他们 对吧 这个英国这个公司 在这个地方 不三不四干什么 你们这帮 你们的时代 早就已经过去了 对吧 所以说必须 他们如果说 没有任何一个 真正诚恳的一个道歉 或者说规定 必须用普通话 我们所有内地的网民 把这个消息 把这个视频给我发出去 通通的抵制他们 让他们从中全部倒闭 让他们这些空服 这些约游 这些地段人口 通通让他们 全部他妈回家 去他妈香港 去他妈扫厕所去 骂八子 在这个地方搞这个一套 所以大家 我们现在 每一个人 自觉要抵制 不做他们 任何国家航空的航班 香港 有大陆的 就做大陆的 有我们内地的 就做内地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去 对吧 因为毕竟现在香港 执政的 是 李家超 在这里执政 这个背后 都是进攻中央首肯的 对吧 改两边的人员交往 我们还是要保持 因为搞大关区的建设 各方面都要搞 但是这家航空公司 我们绝对不能做 他老逼 我就跟你们讲 他妈那个逼在这里 老逼在这里屌 在这里歧视 歧视中国内地大主顾 让你们通通 全都叫你们回家 扫地出门去 什么软东西 你们在香港 算什么东西 这帮什么 空城 什么空哨 空姐 对不对 在那里给我阴阳怪气的 干什么 尤其上个还有那些服务员 对吧 什么软东西 对吧 别给我在这里 给我牛逼轰轰的 我跟各位讲 不要心虚 他们跟你讲英文 你他们就跟他讲普通话 对不对 屌他们 要搞得高领一点 你对他客气 他帮福气 你看到别看他 就看到就都别看他 不要跟他们讲话 搞得很唯唯诺诺的 听到没有 这个东西你要学会 尤其是现在成都这个地区 对吧 很多重阳面外的思想 现在通过这个事情 你就能够明白一些事情 不要去舔他们的脚毛 懂吗 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学会 尤其是在成都的 你们 现在城市发展的还不错 对吧 白走的思想在这个地方蔓延 继续和人生长 啊 不要老是想着什么出国 什么学雅思 什么狗逼 什么 什么什么屌疾巴 英语 这个东西 都说中国话 啊 别在这里 搞搞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啊 现在很多香港人 台湾人都在成都定居啊 对不对 啊 想想想干什么 在这个地方 跟我他妈必须在这里调啊 说什么英文啊 都不要讲 啊 这是一个事情 国国国国台这一次 必须把他给 把他给整整残废啊 那太古集团 太古集团在大陆赚多少钱 中国大陆赚多少钱 所有北上广深 最他妈核心 还是成都 最核心的地方 全是他们的 对吧 这个不就是买买买买 买买买集团 他妈引进过来的吗 对吧 那这些英国老子 在这里赚这么多钱 对你中国人 一点都没有尊重啊 对不对 现在中国人 一定要学会一点 他们敢老逼 就像对付阿迪达斯一样的 通通让他倒闭 整死他 他国台航空妈 那个逼没有内地航线 他就是一坨屎 在美国国台航空 都是廉价航空 知道不 他是一坨屎 他屎哥那做的 他的空 空姐 空城人员 也他妈是屎 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别的这个事 有网友啊 就是有点不太满意 说最近中美关系 这么强硬 对吧 关系这么糟糕 美国 拜登又说 要插手台湾的事 美国又说 要跟李尚福见面 但是不肯取消制裁 中国为什么突然之间 派驻美大使了 驻中美国驻 中国驻美大使 空了才三个月 美国驻华大使 空了十个月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去 这个里面有一种说法 啊 美媒 谢峰或金底华盛顿 接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美媒引述消息称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谢峰 最早会在5月23日 抵达美国华盛顿 单轮中国驻美国大使一职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书记谢峰日常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 谢峰23日将抵达 华盛顿就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报道指 新年大使敌美或表达北京希望 缓和与美国的警察关系 这符合美国总统拜登 关于美中双边关系 将很快解冻了说法 啊 那么这个双方这个关系啊 不可能缓和 啊 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过谢峰去呢 不是说中国向美国服软 啊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大家说谢峰就跟这个秦刚一样的 去美国 不会跟拜登有任何接触 因为拜登政府还能干多久 也也不一定了 我说过 中国驻美国大使去 是搞次国家级外交的 跟美国的拥抱熊猫派 跟这些美国各个各个州 跟美国的这些学术团体 啊 跟他们搞关系的 跟美国的镇 跟美国的乡村 跟美国的郡 跟美国的县 啊 跟美国的市 跟他们搞好关系 啊 这叫次国家级外交 不是跟他妈的拜登去搞好关系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 中美的外交上不可能恢复的 军方没有见面 怎么外交上会恢复 但是这有一点我说的很对 我之前就讲过 我说谢峰会当驻美大使 这个话我之前是讲过的 那现在已经应验了 他现在也去了 他是搞次国家级外交的 啊 因为美国还有很多拥抱熊猫派 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 还有很多人跟我们做生意的 啊 不是说像拜登政府 他们 拜登也想跟中国做生意 但由于碍于国内的反华情绪 以及这种跟共和党的这种内斗 啊 他不得不跟中国来老逼 但老逼有什么用呢 无非是嘴巴上面老一下 对吧 所以我说过 香港这种半殖民状态 特别严重 必须在学校里面要开展啊 中国历史教育 必须说普通话 普通话进行考核啊 别再给我讲那个什么粤语了 粤语就跟像广东的啊 咱们的那些同胞一样 那是平时家里人讲话 朋友之间讲话 讲个粤语什么的 对吧 工作场合正场合 就是正儿八经的普通话 啊 对不对 不要搞什么特律独行的东西 啊 香港的教育要好好地抓 啊 香港 你天天那些年轻人 天天说粤语说英文 你就不想跟内地来交流 这个对你自己没好处的 你自己到英国到加拿大去投靠 啊 他们这些软软东西 你得到什么了 他们尊重你吗 无非是想利用你搞点游行罢了 你们算什么东西 在别的眼里就是一坨屎 知道不 啊 别整的跟台湾人似的 天天他妈的洋大人啊 当他妈铁奴 对吧 帮洋大人他妈的舔脚毛啊 舔脚气 多他妈垃圾的行为 是吧 所以你们是没有任何资格 可以来歧视内地人的 明白这个这一点吗 啊 没有任何的资格 你懂我这个意思吧 无论是从经济实力 还是从啊 这种人的格局上面来讲 你几个他妈小市民 几个市井刁民 几个街痞子 还敢在这里冲大王 你别逗了啊 好好的 反省反省